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印度即将举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 印度的14亿人口中超过9.6亿人 有资格在选举中投票 民意调查强烈表明 莫迪将会连续第三个任期掌权 莫迪几乎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 他在党内的权利也是绝对的 作为一位73岁的老人 人们一般认为 他也不太可能走上裙带关系或者腐败 因为他没有伴侣也没有孩子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78%的印度人认可他的领导能力 但是莫迪的成功受到很多批评 因为他的独裁倾向越来越严重 莫迪很少参加新闻发布会 并且基本上回避了议会的辩论 他集权并且建立个人崇拜 同时削弱了印度的联邦制 在他的领导下 印度教徒在印度占主导地位 单一宗教的这种突出性 可能会伤害少数群体 而民主的关键支柱 比如说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机构 在印度也已经受到严重的侵蚀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 印度的新闻自由度2023年 在180个国家中的排名 排在第161位 而在2002年还排名80位 在过去的10年当中 只有俄罗斯和香港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的自由度 下降的幅度比印度更大 在过去的10年中 印度关闭了互联网的次数 也比任何国家都要多 甚至比伊朗和缅甸还要多 印度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 是一个英国化的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精英人士 而莫迪在很多方面则与尼赫鲁相反 莫迪出生于一个低种性中下阶层的家庭 他所接受的教育来自于普通人的家庭 他了解印度人的集体挫折和愿望 莫迪将文化和宗教置于国家事务的中心 他通过印度教来定义国家 在他的领导下 2020年PU研究中心发现 64%的印度教徒认为 成为印度教徒对于成为真正的印度人非常重要 84%的人则认为 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59%的人每天祈祷 外交政策网站近日撰文指出 莫迪认为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比一个自由派的领导人更加重要 即使这需要牺牲公民自由 这是这种想法 让他打造了一个不自由 但是自信的印度 莫迪的成功 因为他实现了印度教复兴主义 与国家实现工业化 相结合的仪式形态 印度正在莫迪的领导下 开展一项庞大的国家建设项目 耗资耗巨资要弥补它的软肋 自2014年以来 交通支出占印度GDP的比重增加了两倍多 印度每年修建超过6000英里的高速公路 自2014年以来 它的农村公路网络的长度已经增加了一倍 2022年 新德里将摇摇欲坠的国家航空公司 印度航空私有化 如今印度的机场数量是10年前的两倍 国内旅客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印度农村地区的自来水普及率 也从2019年的17%攀升至现在的75%以上 据国际能源署称 印度45%的输电线路是在过去10年内安装的 与此同时 印度也正在消除官僚障碍 已成为一个更容易发展工业的地方 根据世界银行年度营商环境报告 印度的排名从2014年的第134位 快速上升至2020年的第63位 这两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停滞 投资者转向印度 印度的主要股指的价值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50% 而印度最具变革性的力量是互联网的扩散 廉价的智能手机使印度人能够参与 蓬勃发展的数字生态 并且印度政府已经广泛利用了互联网技能 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 是由政府运行的一个即时支付系统 目前这一系统占印度所有 非现金零数交易的四分之三 在数字银行和新的生物识别系统的帮助下 新德力已经能够通过直接向公民转移补贴来避免腐败 从而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浪费 印度也成功利用了中国经济相对衰退 所创造的一小部分新机遇 最明显的是 苹果在印度多个联邦设立了工厂 以便能够实现多元化 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建立印度的 国内电子产品供应链 但是尽管莫迪政府改善了基础设施提供了补贴 事实上 印度在工厂和机械方面的私人投资 仍未从过去10年的低迷水平中反弹 为什么企业不愿意抓住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呢 外交政策网站分析认为 因为企业家仍然认为投资印度的风险较高 企业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担心竞争环境并不公平 一些大型的印度企业和一些大型的外国公司 更加受到印度政府的青睐 从而损害了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 其次 尽管莫迪政府认识到需要促进出口 但是它仍然依赖于内向性的经济 因为许多人认为 印度的国内市场如此之大 本地企业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就可以轻松取代外国企业 但是外交政策网站指出 现实情况是 印度的国内市场并不是特别大 至少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而频繁宣布的保护主义措施 实际上也削弱了国内投资 因为那些本土企业会因为害怕被切断外国供应 而减少投资 现在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 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 中国的实力有所上升 一系列所谓的中等强国正在寻求自己的地位 而莫迪则正在塑造一个更加强大 更加自豪的国家形象 但是印度普通民众则被这种自画像所束缚 莫迪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 2023年印度主办20国集团会议 媒体显示莫迪欢迎一系列世界顶级领导人 几周前 印度成为第四个在月球上着陆机器人的国家 当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 莫迪向任务控制中心发出信号 他的脸出现在机器人着陆的屏幕上 新德里日益强大的外交自信 源于莫迪认识到其他国家越来越需要他 对美国来说 即使印度没有在中美争端中提供援助 仅仅阻止新德里与北京走得更近 就代表着美国地缘政治的胜利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进入印度不断增长的市场也至关重要 尽管印度人民党敌视穆斯林 但是莫迪在访问波斯湾国家的时候 仍然受套同坦式的欢迎 外交政策网站指出 印度现在对自身战略利益的拥护 以及表现出的自信 与印度对自身看法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莫迪和他的政党成功的推广了一种印度理念 那就是要以牺牲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为代价 来换取本土的利益 莫迪成功迎合了年轻人对经济繁荣的渴望 以及他们对身份认同的渴望 找到了推进宗教和文化议成的空间 而未来 如果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继续在投票中获胜 那么越走越远的印度自由主义实验 是否可能会出现偏差呢 这是我们可能要担心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视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广告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 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 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 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 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炖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式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青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有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 ض fais也没用 zaw爹 跟铁贩 怎样 继续 bets abuse 好 在